大家好 来到这边已经两年多了 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啊 说过心态平和了 人也平和了 其实我们也是在一边在这边生活 打工 也一边在感受着不一样的文化 应该是这样讲 有入乡随俗嘛 你既然来到了这里 你这边的生活 你要慢慢的去品味 慢慢的去回味 也慢慢的去体验 其实之前我的性格是非常急躁的 我也是在很多的事情当中啊 慢慢的就是改变自己吧 就是很多的事情啊 就是发现自己的冲动是错误的 自己还会内疚 所以也就慢慢的变得 很多事情要去发现去改变 我前两天的 前天的一件事情 让我内疚了好几天啊 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把雨伞和一个水杯 我当时在巴士上睡着了 睡着了 然后我就丢在了巴士上 结果我发现没有的时候 我第二天又坐那个巴士 我就问那个司机嘛 他说没关系 你可以到这个汽车总站这边 告诉我那个地址啊 让我去找 哎呀 我也是想啊 真的能找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哪怕是一个很小很小的 你也是很想把它找回来 结果我 我第一次去 是时间有一点挤 当时呢 那个 因为他是一个马来的中年 大姐吧 叫安地 会老一点 比我大一点点 然后他 就 跟我大概说了 他不懂华 我也赶着时间嘛 就是匆匆而过 我就算了 就走了 然后第二天 我又去 然后我就用手机打那个字 我说我丢了一个手提袋 里面有我的饭盒和那个 啊 茶杯 这样想了一下 我就觉得他很慢吞吞吞的时候 我脑子里在想 哎呀 算了 我不要找了 但是等我想离开的时候 我就摆摆手 我说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当时是用我那个 半生不熟的英文在讲啊 我说 一说可以 我就走了 但是他 他的累的累的 要等一下的时候 他出来 哦 我才发现 其实我也是误会他的 因为他是坐在轮椅上的 就是 我说的那种 呃 残疾人 原来他一直在那里 我很 难为情的是 他 要坐着轮椅出来 到窗口来给我解释 他 用那个 打的字 用我的手机打字 告诉我 呃 他们没有看到我的 带子 很遗憾 哎呦 我那一刻 我是真的很 很难为情 因为本身 我也是随便问一下嘛 然后 他专门的 因为对于他来讲 他要从他的值班室 开一道门 又转出来这边 为了打那几个字 哦 我也是很内疚了 我想我是不是太较真了 哈哈 我也太误解他了 这样子 开始我还觉得 啊 你为什么就是 我问了半天 你还住在那里 就不太去 愿意搭理我一样 哦 全能 其实是语言不通 再加上他的行动不变 我觉得这个 社会也是这样 我们 可能真正的 有些事情 你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互相去理解 也就会好很多了 是不是 所以我也是劝很多的 在国外的朋友也好 在哪里也好 我们慢慢的去 接受当地的文化 慢慢的去改变自己 不管怎么样吧 就是 到一个地方 你慢慢学习 当地的一些规矩 会给你自己 带来很多的便利 你像我都说了 像我这样 只会说 不会看 不会写的人 我也是断断续续的 能用简单 别搅的英语单词 出去混 就是 跟大家交流这样子 不管怎么说吧 希望每一个 出国在外的朋友们 都能通过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努力 改变生活 改变 一切 加油